邝肖青现在成为了中国的女首富 大陆的朋友们对邝肖青可能比较陌生 但是香港的朋友应该都非常清楚 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新鸿基过世家族 邝肖青是新鸿基创始人郭德胜的老婆 在郭德胜去世后 邝肖青成为新鸿基最大的股东 这位女首富在90年代 曾被香港贼王张子强勒索20亿 幸亏她的好儿媳李天颖将赎金谈到6亿 90年代邝肖青的大儿子郭炳香 曾被香港汉匪张子强绑架 张子强要求郭炳香给邝肖青打电话 索要20亿赎金 郭炳香刚开始不愿意 但被折磨4天后 终于熬不住打了电话 邝肖青得知消息后 喊来郭炳香的两个弟弟 郭炳江和郭炳莲一起商量对策 在90年代 20亿对于郭家也算是一笔巨款 郭炳江和郭炳莲表示 如果拿公司大部分钱就哥哥 公司就无法运转 因此郭家人内部僵持了几天 在郭家人僵持不下时 郭炳香的妻子李天颖挺身而出 他表示自己愿意孤身前去 和张子强谈判 邝肖青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儿媳身上 李天颖单枪匹马找上张子强 刚开始张子强觉得不屑 郭氏家族居然没有男人敢来 而是一个女人来谈判 但和李天颖谈判的过程中 张子强开始佩服李天颖的胆色 最后张子强同意将赎金 从20亿改为6亿 收到赎金后 他将郭炳香放回 张子强当年还绑过李嘉诚的儿子 1998年张子强在广东江门外海大桥检查站 被警方抓获 最终因多起犯罪案件被判死刑 李天颖就出郭炳香后 成为邝肖青看重的好儿媳 郭炳香去世后 邝肖青送给李天颖300亿资产 2020年在胡润全球房地产富豪榜中 李天颖名列第40名